好的 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段VCR 然後我們要討論這個關於演唱會 其實為高雄也是帶來了一些衝擊 請看VCR 高雄觀光局帶著消保官 來到市內各處的旅宿業者做稽查 要確認是否有店家把來聽演唱會的樂迷們 當作了肥羊給宰了 高雄演唱會效應持續發燒 每逢這時期旅館住宿藏一帆難求 這次11月Coldplay來台演唱 地方率已達8成之多 為了防止部分業者趁機烘台價格 高雄市府啟動了房價稽查機制 避免由旅客變成了盤子 而為了杜絕部分的不孝業者趁機烘台房價 市府觀光局這次會同市府消保官主動的機查房價 在這一次機查的13家業者當中 有4家旅館業者他的房價超過了被查房價 後續我們將會依照規定 除以新台幣1萬到5萬不等的一個罰還 不少民眾抱怨國內的住宿太貴 為了維護高雄的觀光品質 讓旅客入住價格合理的旅店 高市府已經速度加強房價積查 這次就發現有4家業者超出原被查房價 市府立即開罰 並大力宣導旅宿業者 別做出殺機取暖的事情 為了要確保高雄市的觀光業能夠永續發展 我們這邊也特別的呼籲業者 要按照他核定的被查房價 不要偏離市場行情 也不要遇到重大活動就惡意的烘台 這無疑是殺機取暖 也希望大家共同的遵守來維護高雄的觀光形象 來讓所有的旅客在高雄市有一個愉快的假期 到高雄旅遊的客人都有一個賓自如貴的感覺 那房價也非常符合市場的需求 讓他有再一次到高雄再來玩的機會 展現高雄的熱情 每到旅遊觀光時期 不管是旅客還是業者 住宿房價都是雙方的重點 來客想要住的符合CP值 店家想要趁著忘記打鐵趁熱 但是需要取得雙方的平衡 達到雙贏的局面 也才能夠延續港都的旅遊經濟 好的可以看到演唱會雖然帶來很多正面的影響 但是負面的衝擊其實也不能忽視它 我們也是要來重視 那想要詢問一下關於這個理事長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部分的業者啊 就是會趁機這個烘台房價 那其實就可能會讓月明就是花這個冤枉錢 然後來住宿 想詢問一下理事長這部分應該如何避免 或是如何因應呢 有沒有什麼樣子更好的措施 是的 我們也不希望這樣 因為房價的報備 其實它有一定的機制存在 那在房價報備 在這個當中 其實市場的價格決定的機制 所以當沒有人的時候 它價格就往下掉 當有人的時候 它市場的波動會往上飄 但是怎麼飄都不要飄 漲到它報備的價格就不違規了 但是我在這邊也要呼籲我們業者 不要說一有演唱會就把價格抬到最高點 讓客人有一種好像是我們在風台 但是我們也要尊重自由經濟的市場 我們也不能限定你這個飯店只能賣多少 那個飯店只能賣多少 這個是一個自由經濟 如果你給他限定說你只能賣多少 如果他賣這個價錢 他虧錢是誰要來負責 所以這個是自由經濟 那現在房價 在高雄市的房價 有從五百一千兩千 到上萬一萬五 觀光飯店兩萬五都有 這個論據是蠻長的 所以消費者要看你到底選擇是要什麼樣的價格 什麼樣的服務 什麼樣的品質 但在網路上有一大堆你可以去尋找 沒有人刻意說指定你要去住哪一家 所以這個我在這邊來做事先來說明 謝謝 其實這個部分其實就是說 因為其實旅宿也有分淡季跟旺季 他們可能有時候也沒有那麼多客人 但是在演唱會這個時候 他是可以提高價格的 但是不能超出他當初登記的那個價錢嗎 對 是的 是這樣沒有錯 那就因為如果說再超過的話 其實就是會損害到消費者權益 但是只要不要超過那個價格 其實高一點點是因為有這個需求 所以大家才會願意花這個錢來速度 是 好謝謝理事長分享 接下來我們想要聊聊這個黃牛票的部分 因為其實演唱會的舉辦 一定會有很多人想要看 那黃牛票就非常非常有可能會出現 而且是層出不窮 那公關票的部分 其實有時候也會讓人有一點質疑 那這個部分我們想要請議員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該如何減少這個黃牛票的出現呢 或者是說這個黃牛票其實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那要怎麼樣子 其他市府有什麼樣子的作為 可以讓歌迷盡量不要花這個冤枉錢呢 這幾年 因為演唱經濟在台灣的活絡 所以這個票券的買賣 這個亂象政府也有重視到 所以在一些法規上去有進行一些修改 所以現在很多大型的演唱會基本上都是以實名制的方式 要買票的要必須要透過他實際上的身份證明 來取得這個票券跟他本人 這樣子才會杜絕到一些用大量的用網路或是用程式去這樣子 短時間內收購了很多票券 然後是要去哄抬價格去轉賣去牟利的這樣的一個比較不好的一個行為 我想這件事情這一陣子下來應該是比較少了 那所以說這個反而我們這些民意代表有時候服務案件是說要幫忙買票 那我們現在幫忙買票的方式就是在電腦前面自己按自己去搶票這樣子 因為現在就是一個公平買票的一個機制 電腦的這樣一個方式 可是實名制的確可以杜絕到有一些有心人士 他透過了很多電腦設備跟程式的撰寫 然後在短時間內我們怎麼搶都搶不贏他 所以這樣子一個實名制我覺得是 目前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那當然其他國家有這樣子一個方式 比如說他要買票必須是他的會員 所以必須是他的歌迷俱樂部的成員才有資格去買票 去做一些篩選的動作 我想這個都是每一個不同方式 希望能夠讓真的想要去進到會場裡面看 這些非常精彩表演的歌迷們能夠買爆票的一個方式 而不要有人因為透過這個方式想要去賺錢 這個可能不妥 那至於說公關票我覺得像 我們那個主餐館所在的李舉光李的里長 其實對於在地民眾他們生活上的不便跟一些影響 我覺得適當的公關票讓這些民眾能夠用一些方式 可以進到會場裡面去感受到體驗到 這個在他們家鄰居的這個場地裡面舉辦的大型活動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去被討論跟適當的規劃的 畢竟大家在裡面唱唱跳跳很開心 可是的確在交通上 噪音上對其他一般的人 一般的居民的生活的影響 這個不是我們沒有住在那邊能夠體驗的 所以公關票我們不應該把它污名化 這些公關票也不應該是拿來所謂的特權的使用 這些公關票其實應該是拿來這些場地 因為舉辦活動 造成原本就生活在那邊的居民 造成他們生活的不便或是干擾 做來做敦親睦鄰的這個目的的公關票 我們應該是要有一些更好的制度更好的討論 而不是說好像每次舉辦活動變成里長有困擾 大家開始跟里長說里長公關票才沒拿來 不見得有公關票 因為這個東西變成說是每個主辦單位或市政府 在每一場不同的活動 他願意用什麼方式來跟當地的居民 在做一個這個舉辦活動一些困擾 一些互相干擾的一個平衡溝通的一個方式 可是我覺得長地在那邊 居住那邊居民的生活品質 我們還是必須去兼顧 而且這麼多年下來 其實要謝謝那邊的居民朋友 我們高雄沒有發生說 因為歌迷太激烈 跳得太厲害 然後就不能去進行這個演唱會 不管是居帶也好 主餐館也好 我想附近的這一些 原本就住在那邊的居民 願意給大家這麼好的一個空間 適當的公關票的回饋 是因為要敦親睦鄰 而不是特權 是敦親睦鄰 我覺得這樣子 應該是可以值得大家有一些更好的討論 然後讓當地的里長 當地的居民有一個更好的空間 因為可能會擔心說 大家對於這個公關票的定義不太一樣 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拿公關票 你是不是就可以坐很前面 但是其實好像不一定是這樣 這個部分我們想要請里長來幫我們說一下 因為開演唱會 其實首當其稱的就是 你們這個舉光禮的李明 那雖然說可能可以在家 就免費聽到那種演唱會的聲音 但是李明怎麼看呢 他們會覺得這樣子是很好的呢 還是說有其他的想法 我們請里長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那裡是老社區 然後那個老鄉親比較多 大概八點多就在睡覺了 那早期 早期五月天他們在彩排的時候 現在是比較有進步一點 早期彩排都要一個禮拜 那一個禮拜那個麥克風啊 音響啊 然後呢 那個靠近第一排的玻璃真的都會震動 那老人家當然就會來告羊狀啊 那你總是就是說 你要我們市政府賺錢嘛 刺激我們這邊的商業那個 那同時也要安撫我們的鄉親 所以就剛才正如邱議員說的 就是一個敦親慕寧的票 然後奶奶 爺爺 你知道老人家嘛 老人家也蠻 怎麼講 也蠻善良的 如果有回公關票的時候 要給他阿孫 孫子因為很多都是五月天的粉絲 所以我們不能說塞在人家嘴巴 拿人家就手短了嘛 所以他們就欣然的接受 到最後呢 甚至於外地的要停車 他們都會很熱情的說 我家門口可以停 到最後是很有人情味 是這個樣子 五月天在我們這邊演唱 最少也有十年了 差不多有十年左右 從開始的抗爭到現在的 我們就像在辦那個萬年會 我們也是歡迎他 甚至於從鵝阿寮或者子官 他們機車雖然停在軍校路 可是他們不可能 車子騎到那邊 他一定是快靠近 試運場館就是找地方停 那就是我們那個裡 還有那個光輝裡 所以擅長的時候 就稱為邱一言講的 那個交通 那個噪音 真的 里民還是會受影響 真的會 要不是為了忍 阿嬤阿公為了要忍氣 這張票給他的孫子 所以他就 就這樣相忍為安 那我是覺得 他我們那個禮 因為首當其衝 所以我們那個禮 我們敦慶慕年有十一個禮 我們那個禮就是回饋票 那回饋票你給一張 到底要給阿孫去 最好是兩張阿孫可以帶阿嬤去 順便 其實我別的演唱會的外國人 我們是聽不太懂 可是五月天的 他的詞 其實還有一種 就是很有意義 而且歌曲呢 國語台語 老人家最起碼聽得懂 所以如果阿孫載著阿公 或阿孫載著阿嬤進去 那你一張票到底要誰去 所以會覺得說要兩張這樣 對 最起碼兩張 而且我們真的很公平 我們都請我們的林長 逐戶的去把這個回饋票 簽個名就給一張 可是林長都會講 啊 真的是 也真的是 就這樣子 好 謝謝林長的分享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想要聊到 這個交通的部分 因為看完演唱會 如果想要去商圈 還是去哪裡逛逛的話 其實交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想要請總會長 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交通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建議 應該以一個什麼樣子的路線 可以讓這些人潮帶到商圈去呢 對 在演唱會之前是 交通局 都會跟我們商圈來做配合 希望我們市民朋友 全國商圈 開車盡量是用大眾捷運利用 不要呢 都開車 開車一定有塞車 沒得停車 所以我們都建議大眾運輸 讓我們來聽演唱會的 我們高雄市民鄉親朋友 一定要做大眾捷運 減輕我們整個交通阻塞 這個問題已經講了好幾人了 但是呢 消費者他說 要方便就好 都會開車 開車來到高雄市 沒地方停 就抱怨我們整個動線 很糟很差 而且又投訴我們高雄市政府 所以我們一直在呼籲說 來聽演唱會的鄉親朋友 一定要先認清 不要大家都開車 盡量搭載 大眾捷運系統 把我們整個交通系統 才不會大打結 這是我們 市場在跟我們消費大眾 同時也在等我們 跟交通局 金融局 這個 還有我們公共局一直在 為這個問題 很傷腦筋 為什麼我們鄉親都要開車 所以也在這邊呼籲說 我們鄉親朋友來看演唱會 最好是都用大眾捷運 這是我們一直在推行這個政策 好 謝謝 要去其他地方也會比較方便 對對 好 那這樣其實這個演唱會的部分 因為場地好像說 就是有說租借不收費 然後會有正反的討論的聲音 那想問一下議員針對這個部分 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或者是說有什麼樣子的措施 就可以讓這個正反的聲音 比較一致呢 我想場地免費提供 來做這個行政協助 希望這一些國際有名的 這些歌手團體 可以來到高雄來舉辦演唱會 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一個長久之際 可是短時間內 而且是後疫情 疫情結束的這個當下 其實台北 台中 高雄 其他有這一些相關場地的城市 而且是不只是台灣 附近 包括香港 新加坡 包括日本這一些國家 其實每個城市都在搶 這個演唱經濟 舉辦的可能 所以 在一開始要搶的這個先機 讓全世界的歌迷能夠 體驗到 知道高雄有相關的場地 而且這個不是在爭取 給歌迷來 有這一些團體來表演 而是在業界裡面 也可以讓他們知道說 高雄的這個場地 是適合這樣子幾萬個人 來舉辦 非常有水準的 而且相關的行政協助 不管是在交通 維安 環境的整理 配套的這一些相關措施 都可以讓這一些來舉辦演唱會的 這些公司或是團體 能夠比較有審立的方式 可以在高雄能夠順利舉辦的話 所以議會有很多討論 有些議會的同事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來收錢 這個一場演唱會 賺這麼多的門票錢 跟他說這些掌地費 應該是九牛一毛 應該對他們不會有太多影響 可是我個人是認為說 在短時間內 我們是要先養出這個量 要讓國際上的這些團體 這些經濟公司 這些硬體公司 其實他們都會互通有無 在高雄舉辦 在台北舉辦 哪一個城市能夠提供的協助 哪一個城市 對於他們在舉辦的過程裡面 遇到的困難 能夠給予最大的幫忙 這件事情 他們心裡面會很清楚 那當高雄的優勢 在這些舉辦的單位裡面 非常的清楚地表達出來 高雄是非常善意 友善 你有問題我就幫你解決 這件事情 一年 兩年 三年之後 這些團體自然而然就會來到高雄 這是我們要去努力的一個目標 那至於說這些場地費用 其實議會主張希望能夠收取 這些場地費用的朋友 其實他們也有講出來說 就算這些場地我們都收錢了 其實還是不足以來維護 這個場地每一年需要的這些經費 所以其實就是用少數的 這一個所謂的公益檔期的預算 來去換取這一些國際團體 一天五萬個人四萬個人的 這些觀光客來到高雄 我覺得這個短期裡面應該是可以 值得去被採用 而且選擇的一個方式 可是長久之後 有一天高雄的演唱經濟場地 變成大家要來拜託高雄市政府說 給他兩天給他三天讓他舉辦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會沒有場地費的這個問題 而是我們就要收多少錢了 因為變成是大家要來 希望我們給他場地 而不是我們希望他來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需要時間讓大家 把這個場地讓更多人願意來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討論 而且可以執行的一個方案 但是起步的時候先釋出善意 那未來就會有更多可能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馬上回來